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根据韩国的法律新闻等报道 整理了一下海埔和米尼井争议的最新近况 目前,海埔和米尼井之间的初步纠纷已告一段落 现已进入了正式的法律诉讼阶段 而这里的核心在于 海埔是否能对米尼井追究 植物上的背心罪等刑事责任 根据判决结果是有罪还是无罪 将会影响海埔获得的米尼井股份金额 按照原定条件 米尼井可以最高以1000亿韩元的价格 行使卖出选择权 但如果背叛有罪 则可能因违反股东间合约 被迫以面值30亿韩元出售其股份 4月30号,首尔地方法院 已开始审理海埔要求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 俄杜尔的法律代理人也在当天下午表示 董事会将在5月10号之前召开 股东大会将在5月底前举行 根据韩国法律界表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由于海埔持有俄杜尔80%的股份 米尼井代表没有办法阻止自己被解除CEO职位 但关键问题是 海埔是否能够对米尼井提出 植物上背信罪指控 法律界普遍认为 米尼井的背信指控难以成立 但海埔声称持有多项证据文件 这些文件不仅计算了米尼井行使 卖出选择权的可能金额 还具体指出了行动的时间表 涉及侵权诉讼 投资者和语伦站等多个层面 所以坚信米尼井有背信行为 然而海埔强调 纠纷的核心并非背信 而是金钱和经营权的问题 根据与海埔签订的股东间合约 米尼井的义务在职期限是到 2026年11月 米尼井从今年年底开始 就可以对海埔行使其 13.5%的股份的卖出选择权 但合约很可能规定 在义务在职期间 必须在公司任职 才能行使卖出选择权 所以如果米尼井在 临时股东大会中 被中途解职的话 海埔就有可能会省下 将近1000英韩元的款项 除此之外 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几场纠纷中 也不能排除在米尼井的支持下 尼井斯对海埔提出 专属合约终止的 临时处分申请的可能性 而如果海埔追究 因为米尼井导致了 公司股价下跌 以及尼井斯等旗下 埃斗的行下受损的责任 这也可能引发 数百亿到数千亿韩元的诉讼 海埔一表示 除了对米尼井的背信指控外 暂时不会提出 其他诉讼或空告 尽管米尼井在记者会上 将海埔的高层称为KJC 这可能构成民运回损和公然侮辱罪 由于本质上是金钱和经营权的问题 其他法律行动将留待以后考虑 而目前除了海埔与米尼井的纠纷之外 韩国网友们也非常关注 海埔委托的韩国最大规模法律事务所 和米尼井委托的 适踪法律事务所的 法律事务所大战 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法律界的多数意见认为 背信罪成立是不可能的 而且背信罪中并不存在 预备罪或阴谋罪 海埔聘请的法律事务所 必然明白这点 所以他们以背信罪为由 进行突击监察 试图找到可称为背信 或其他罪名把柄的证据 但最终并未找到合适的证据 因此现在他们改口称 不是背信 而是经营权的问题 如果背叛背信罪 那意味着法院认为 CEO为了个人利益而操控公司 这种情况下 限制或取消其股票选择权是合理的 如果民进对自己的清白有自信 他应该在法庭上争取证明自己无罪 有人说不应该支持海埔的旗下爱豆 只支持女进士 这样的话听起来很像是黑粉 其他努力的爱豆有什么罪呢 而且即使支持女进士 最终也是海埔在赚钱 趁这个机会带风向的疯子们 是在刷存在感吗 作为粉丝真的很担心 如果米尼金被解雇 女进士将会怎么样呢 即使留在海埔 情况也很复杂 如果跟着米尼金走 进行专属合约效力终止诉讼的话 那在诉讼期间 可能无法使用女进士这个名字 他们的活动也会受到影响 真心希望能好好解决这个情况 真的是这样 大人们的战争 不管结果怎么样 都希望不要影响到女进士孩子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5月份即将回归的爱豆们 男团Unity将在5月1号 以新专辑Another回归 5月2号男团Pantaji Boys 将以迷你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 分明可怜上拿不过将来回归 5月2号Pantagon成员 将以Solo专辑的主打歌 Broke My Heart回归 歌手Hiona也将在5月2号 以新曲Q&A回归 Exo成员Dio 将在5月7号以第三张迷你专辑回归 5月8号男团Ateam 将以新曲SamiDare回归 XXX Summer 24 将在5月8号以第一张专辑回归 歌手Kim Jihwan 也将在5月8号以迷你第七张专辑回归 5月9号B2B U-Sung-Jae 将以Solo专辑回归 5月10号男团Stray Kids 将公开与Challipus合作的新曲Lose My Breath 5月13号男团Jero Beiswan 将以第三张迷你专辑回归 女团Espa 将在5月13号 发表第一张正规专辑的双主打歌之一 Shoponova 并在27号发表另外一首主打歌Amagetton 5月14号男团Tai Mon 将以新专辑回归 男团Yibu也将在5月14号 以新曲回归 男团NiPoon将在5月13号 发表特别专辑Taku Moon 5月21号男团MCND 将以第六张迷你专辑X10回归 女团XJ将在21号 发表第五张迷你专辑 Suzin将在5月23号以新曲回归 5月24号NiJs将以新曲House Week 正式展开活动 BTS成员RF也将在5月24号 公开新曲Right Place Wrong Person 男团ATJ将在5月31号 以迷你第十张专辑回归 BTS成员RF也将来的 BTS成员RF也将来的 BTS成员RF也将来的